大家好,我是蓝蓝 今天是情人节 首先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如果看视频的您是位男士 那您记得今天您跟您的老婆说一句 我爱你,要不就是你辛苦了 我相信有的女人 因为你这三个字 一句话她可能愿意为你赴汤蹈火 你做的并不多 她要的也并不多 好,关于情人节的话题就说到这 今天是2月14号 今天晚上0点,也就是24点之前 这个菊粉活动结束 它现在活动价是119块93桶 结束以后64块9一桶 也就是说现在是平均不到40块钱一桶 也有人问蓝蓝这菊粉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么好,这么多人回购 它是一种植物叫菊具 根茎当中提取的一种纯天然的 没有任何添加的一种物质 它一般都是储存在什么 大蒜呀,洋葱呀,水果蔬菜当中 因为我们每天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一个正常的人呢 它应该是25到30克 可一般呢,一般人都达不到 那我们可以用菊粉来替代 你比如说老人呀,孩子呀,糖尿病的人 不能吃太多水果啊 血糖升高的人 那也可以用菊粉来替代 因为我们人的肠道呢 80%的有毒的物质 都是从肠道排出去的 如果比如说我们膳食纤维摄入量不够 那便秘,那常年的便秘 或者说胃肠道不好的 就面黄肌瘦 下下不去,上上不来 在这堵着 那吃饭也影响吃饭的正常摄入 那你通便这块好了以后呢 就可以解决你很多的问题 那整个身体的调理啊 整个的都能够比较正常 所以呢,我们就说 如果呢,您喝这个菊粉啊 它可以改善我们菊群 正常的,有抑菊的生肠 有害菊呢,就慢慢的 它就会减少 也是因为自己喝了以后非常受益 所以希望呢,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而且呢,它是没有脂肪啊 没有蛋白,是零添加的 比如说我们想减重的朋友啊 喝菊粉也是很有好处的 一勺是五克 好的东西也不能吃太多 是吧,都得适量 最多一天啊,喝三勺 我们呢,给它一勺呢 配150毫升的温水 重复下去 而且呢,最好在餐前喝 你比如李睁眼啊 牛奶啊,什么咖啡啊 或者粥里面啊,都可以啊 豆浆啊,在那里面喝就可以 晚上你睡觉之前 那有人说呢,我肠胃不好能喝吗 肠胃不好呢,您就餐后喝 我呢,前日子不是犯肠胃炎吗 我就喝它 喝了两三天就没事了 但最近我还在喝 我喝的量啊 有人说那喝多少 我建议大家从开始啊 一勺开始喝 循序渐进 有的人呢,便秘的时间年头长 那你可能要加一下量 或者呢,你再带一瓶那个益生菌 就是这个 因为我妈就是啊,便秘几十年 她呢,就是一天一勺益生菌 然后一勺菊粉这么搭配着喝 她早晚喝一次 有的人呢,厉害啊 你一天喝三次都可以 有人说那喝会不会有依赖 能不能停 反正我听人说最好别停 就是坚持喝啊 但我呢,就是吃什么东西都特别见效 我一见到效果了 哎,就是说都调理好了 正常了 我就停 等哪天我太厉害了 比如我又拉不出来了 我吃水管少了 我就喝 就很管用的 很见效的 有人说呢,刚开始喝的时候 就是放屁,特别臭 然后拉稀,拉几次 那是刚开始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 甚至我拉出的变都是黑变 那都是特别臭 你想这肚子里存的这些垃圾 排出去 但是到后来就不放屁了 我现在我喝多少菊分 我都不放屁了 而且呢,变是软的 还有我们喝的时候呢 就多喝一些水 因为它水溶性嘛 它见到水就融合了 溶解了 所以呢,你多喝水 更利于 我们的大便排出来 你喝着好 比如说我就刚买 刚收到货 哎,就特别见效 那你呢,就再囤一些 因为这个保质期是两年 你要是一天三勺的话 这一桶300克 就只能喝一个月 它这个配料表的成分 菊粉占99.99% 剩下就是维生素C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我把它挂在视频下方 这个链接 还有我的橱窗里面都有 十多个小时 活动就结束了 好,这期就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请点赞关注哦